一直以来,大家公认娱乐圈中充满了塑料姐妹花的假友情,不是网友们太计较,而是那些明星们打脸太快,曾经好得无话不说,甚至婚礼只要请她一个人。 后来为了抢资源,照样是狂踩对方,这样的事情还出现过不止一次,所以对于娱乐圈女明星们的友情,大部分网友都是处于将信将疑的态度,毕竟挨打多了就知道疼了,还不容易相信一对结果,最后被打脸的感觉,实在是太糟糕了欢乐送播出的时候,剧中的主演们一起活了,在电视剧终是演好朋友,得五位主演在电视剧播出之后,也曾一起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场合。 但是,不止有一次网友们指出,欢乐送舞美其实面核心不合,他们私下有矛盾,通过在节目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甚至在刘涛生日的时候,蒋心都没有送上祝福最近一段时间,欢乐送舞美中要数养子的作品最多了,虽然上半年没有怎么出现在荧幕中,但是上个月上架的网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收到了无数好评,口碑好点几率也高,但是遗憾的是这部剧, 很快就下线整改,随后杨子的新剧《香蜜在卫视》上映,上映以来的这段时间,每天的收视率都突破了一,就连原著作者都认可杨子在剧中的演技,但是,好像这部剧在上映之前没有做过什么宣传, 这不是大家的错觉,是真的,因为节目组把钱花钱电视剧的场景特效上了,所以,剧组没钱宣传了,欢乐送姐妹花的真友情,杨子一出事,他们几个都发生了, 这部剧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7.1分,和同时期上映的其他流量小花主演的评分不到5个具有着天壤之别, 从开播到现在,每一个镜头都致力于给观众们带来最大的视觉享受,虽然这部电视剧,目前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0亿大关, 但是微博上很少看到这个话题的热搜,无奈之下,女主角杨子亲自下场宣传,将自己的朋友圈发动了一遍, 欢乐送屋美自然,也在其中自家姐妹有需要,刘涛,江欣,乔欣,王子文纷纷站了出来为这部剧宣传, 这才是真友情吧,杨子一出事,他们几个就都发生,那欢乐送姐妹花的真友情,杨子一出事,他们几个都发生了。